大家我小江 一个人搞人家 目前的话一人一车浪迹铁牙 至今几天由于下雪 结冰了在贵州的温宁县城 待了4天了 今天准备出发 你看吧 我的车子昨天晚上放在下面这个棚子 它都飘雪了 看昨天晚上又下雪了 你看这样都淋到雪了 飘的雪吧 哎呀 要擦一下 擦一下准备出发 确实是挺难搞的 哇 这里有一辆大西北的车 干树 南州 少见了 那边在刮雪 这边应该发动机没停了 化雪 你看 又变厚了一点了 外面还在飘小雪 找不住 跟后面差点驿站了 所以拿了一下快递 最后一个快递 不是 还有一个快递没到啊 我不要了 那个什么防水罩还在路上 卡了好久了 已经卡了一个星期了 你看吧 今天你别说这个露营了 今天骑车都难受 真的 这个还在飘雪花呢 眼睛打不开 我有点纠结 要不要直接到这个鹤掌县城算了 我的天哪 太滑了 摔倒了 刚才那个链条 应该是滑到了 那个链条要剪断了 你看这个链条 怎么剪断了 我的天哪 这个链条已经合不上了 不管了 先这样固定一下吧 只要打不到这个链子就行了 刚才一打到就滑倒了 这外面还为完为咬的 还在下雪 微波怎么办了 今天 刚好又找不了啊 这天哪 哇 你看那个树啊 好漂亮 红花世界一样 给大家看看这路线了 一出城 海拔要提升到2500多 上下坡呀 坡度不大 这往县城的东边走 这路面上没什么积雪 挺好的 我看一下今天到哪里 要不到前面 那个镇上要不到霍章县城了 这什么鬼路线的 这个坡度也太大了吧 哎 太夸张了 这边到了县府路啊 是老县城 这边住 老县城城去 你看嘛 前面有个马谷镇吧 挺远的 39公里 先到那里看一下吧 这边是老县城了 这边好像没下过雪一样 有没有什么情况 哇 那边有个客运站 这应该到了县城的边缘了 快出城了 你看吧 那边冰激用傻的 毕竭方向 三二六国道 真的 这个县城蛮大的 看得出来吧 西边有雪 东边没有 这边有一百多万人了 一百多万人了 不少啊 真的 客运站做的挺大的 你看那山上的雾松吧 灌满了 哎 客厂只有70公里 要不经得到客厂算了 毕竭肯定到不了 灌满了 雾松了 真的 今天出来就是为了看一看路上的情况 风景 真的海拔的慢慢提升 你看这个意境 我看到这山下的风景了 这个电线也全都白色的 这个电线就显得没那么讨厌了 就远处的雾气有点太大了 上面有个稿啊 好讨厌 看这部景象 怎么样 哎呀 这部的这边的人家好像这的鲜银银一样 对景色 准备太好看 哎呦 哇 好凉啊 这个水间绝冰了 昨天买的水放在房间里面的 然后拿出来 今天骑着一会去绝冰了 可想而知这个温度 哎呀 手都动不受了了 这雾气越来越大了 骑车越来越艰难了 真的 那边高速居然在通车 不敢失忆啊 应该是高速上面没有冰了 这国的方面都没有冰了 这一段的话可能是因为 有高山阻挡吗 哎呀 太凉了 这是海拔两项子 有点冻脸了 嗯 太麻烦了 这天气 不过过几天就升温了 升到十几度了 哎 还是非常期待升温了 这么天气骑车 找老睡了 这雾气也太大了吧 没法搞 这个像是小树林的 这个小树林里面机权还是比较厚的 没办法了 没有退路了 只能干到前面了 要不到镇上休息 要不到县城休息 这里有没有给你小树的感觉 大树那种感觉 路进了冰雪世界 你看那个圆呢 在这样的路 有没有那种意境啊 还好这个路面还行啊 没什么积雪 一路都是这样的风景 这一路都是冰雪世界 风景倒是挺不错的 就是人太遭罪了 你看这个冰块 哎呦 这么厚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现在这个冰又成型了 哇 这边居然来带个镇了 不过这个镇好像不在国道边上吧 这边能见度稍微远了一点 你看吧 贵州下雪确实漂亮 这好像还没有下雪了 好像 没多少积雪 这边的情况 基本上一爬坡就开始起雾 哎呀 都这个情况了 前面已经看不清了 贵州都是这边的 还没有平原的 都是那种小汤包 所以山上全部都是盖在这种冰箱了 这边的雪明显够伤不少了 这里一个白草坪风景区吧 游客接的东西 现在没有游客了 太冷了 没人来了 哎呀 不行啊 你看这边都是卖东西的 这边也关了 那边那辆车好像结婚的车 也说什么事情 滑到沟里了 看了一下后面那辆婚车吧 结婚的车 哎呀 那个车头都撞废了 撞下了那么一大块 看来这都危险了 这什么天气啊 这么大的雾 这雾气太大太大了 已经看不清了 看吧 前面有个5.3公里的下坡 还有10公里到镇上10公里多 刚才这个头盔啊 我不是喷的那个房屋喷尽吗 然后有雾气啊 这个上面直接结冰了 一下子看不清 结了白冰啊 那个雾气扒在这个 这个镜片上面 哎呀 太难搞了 这个天气 啊 今天到到镇上休息算了 哎呀 你看我 骑着骑着 身上就灌满了 这个又结冰了 哇 这个天呐 太难搞了 还有 6公里到镇上吗 加油 加油 我的天呐 太小人 这里都转弯了 哎呀 真的要注意啊 我的天呐 那个大货车要用什么车才能弄下来呀 真的这个 就是5公里坡吧 下坡呀 它并不抖 比较缓吧 还好 再走几公里到镇上了 下坡都是结束的 急性吊胀了 刚结束又来下坡了 应该能下到凳子上了 这边是一个森林风景 马上到镇上 马上到镇上 这里是寒山路下坡 贵州下雪之后的话 风景还是蛮好看的 就这里温度非常低啊 比云南低得多 马股镇到了 我还不是姑妈镇 你看这啥指引了 这什么情况 我就是说要黄花链吧 你看嘛 下坡结束了 前面就正常了 嗯 这个坡确实差不多要下到镇上了 所以呢 工具挺好的 有山有树 马股 姑妈 这边外地车不少 晚一安徽的 雪面海量江苏的车 这边应该是过来自载游的 好多外地车 哎呀 这附近没有几家酒店了 最近呢 都有几公里远 然后这个要到县城才行 这附近有个 国家森林公园 这个应该是景区啊 所以这边还是比较热闹的 从那个镇上下来两公里吧 这里是科章县了 这个马股镇属于科章县 不属于威宁了 那个镇特别特别小 也就200米长 泡到水 让了一个整点 应该是前面几公里吧 应该是有一个旅游区 那边好像有宾馆 从那个镇上出来几公里之后 你看我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这个是旅游区吧 我怀疑这里才是镇上吧 不管了 先去前面吃个饭 你看 孙月还乡的 环境也是非常好 距离国家森林公园比较近 你看 这边有些丁门 这边小区房嘛 丁门还挺大的 这边住了不少人 这里才像镇上 但是这个地方就热闹了 有好多鲁瘦啥的 日本该康 这边到了工业区 我要吃个饭 我在这里吃一个香菇肉片 干饭 太饿了 还在这里面暖和一点 我吃个早餐吧 下午一点多了 我昨天晚上吃了夜宵 所以鸡面才这么坎饿 不怎么饿 这肉片 香菇 还挺低的 还有这个地方距离 那个鹤江县城之28公里 挺近的 我也会怎么办 到底在哪 那我脚 蛮好吃的 这肉片不错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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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喝点热汤 软和一下 在路由 饭店吃了一个香菇肉片盖饭 15块 还行 味道非常不错 分量也还行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落脚 还是在县城落脚 这边距离县城很近 距离县城28公里 我先回去看一下 那旁边好像有家酒店还不错 我看了一下 这家酒店感觉不错 然后 那前面几百米有饭店 房间价格 单人标间 大城房 多少实地 128 128吗 双人标间 128 都是128 这边五行店 生意好的 还有环华链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器官 还差两天器官就用完了 我那个器官只剩下两罐了 我问了一下周围的那个五行店都没有卖 像这个天气的话 如果露营了 一晚上就能用掉两罐 因为太潮湿了 这边湿冷 要烤火 去除湿气 我看一下天气一报 今天晚上有冻雨 我也不怎么办 哎呀我天哪 冻雨那就很难受了 刚才又转了一圈吧 我感觉还是这一家酒店合适一点 问一下价格吧 刚才登置了一下 就这个酒店符合条件 那个前台看到我在外面转了一圈 我都不知道里面有人了 太尴尬了 刚才有个老头 我还以为老板不转 老头不走 车子就放这里了 这个酒店的价格比我想的还要高 哎坐进来了 三楼 看一下条件 哎呀 车手是这样的 马桶 有电视毯 电视毯都有 那就不凉了 有电视毯的话 空调也有 条件的话 有个大电视吹风机 啥的 送了两瓶水 一直啥的 这个叫什么窗啊 叫落地窗吗 所以外面的风景 也还行也还行吧 哎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酒店 是因为这边比较安静一点相对 附近环境没那么吵 那边的话那么啥的 要不是修车的 要不是附近有人放号啥的 可能很吵 这边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酒店的话有点偏高吧 价格 我交了 150 就是加那个押金吧 很少交押金了 那个他价格是138 还不是120吧 我说不是120吧 那个那算你120吧 然后的话22算押金吧 原价是100 138的 现在120吧 总理来说性价比一般吧 这个不如去县城住 但是县城的话 估计环境也有点吵 或者县城还要走一张路 我实在不想走了 今天 因为 鞋子都已经湿透了 我感觉 挺凉的 给大家看看第二天气 不知道大家是懂了 你看看 今天晚上有70%的概率下冻雨 冻雨是什么 冰冻的雨 很冷很冷 所以今天晚上肯定是要住店的 今天晚上下冻雨的话 那挺麻烦的 我那个车子还放在外面了 我靠 明天不知道什么样了 哎呀 没办法 他这边 就是好多宾馆了 他是没有那种带棚子的院子 或者仓库让你停车的 一般的宾馆 都是车子停在外面的 没办法 今天感觉特别动脚啊 我一看 袜子原来湿了 然后这个鞋子里面还湿了 因为地面比较潮湿 这个鞋子不防水啊 所以今天特别动脚 感觉脚都已经动麻木了 嗯 这个已经湿了 等一下吹一下 这个算是做的比较贵的了 开到了三沙都 还默认开的三沙都 应该是之前有人住过 可以可以 还是这个空调防不舒服 哎 这个电热毯是怎么用的 还是不是高低 直接开高档吧 这个应该是两块吧 这种意思吧 呃 还是住酒店舒服一点 昨天晚上那个什么招待所啊 那个小区房 在五楼吗 我住在那个里面呢 是吧 我在酒店里面我不开空调 我啥都不开 我也没有觉得那么凉 但是那个 小区房那个招待所那房间呢 那个 被子摸上去都是跟冰块一样 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坐上去冰凉冰凉的 睡了好久才暖和了 哎 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就昨天晚上在那个小区房里面 那个房间睡啊 我感觉比我在外面搭帐篷还冷 在那飞机房里面搭帐篷还还要凉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那个被子就感觉像冰块一样 你看吧 今天这个脚已经冻红了 给它暖和一下吧 不然的话都冻伤了 太难搞了 晚上七点八了 这个天气预报又有变化 今天晚上变成雨加雪了 转雪 明天还有雪 不会吧 你看吧 本来是要下冻雨的 今天晚上有小雪 天气预报又有变化 然后看一下这边 县城的一个天气预报 干嘛 今天晚上下半夜又有雪 这个是网上买的 那个太阳镜加片吗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还在带这个皮包的 挺有诚意的 看一下里面啥玩意 哎 这个是偏光镜吗 变色镜 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吧 帅不帅 这个是变色镜偏光镜吗 就太阳镜吗 就强光的话 他会把那个光线减弱 因为最近下雪比较多了 那个地面特别白 特别吃眼 这还是之前买的 好像是在路上好多天了 已经有五六天了吧 这边居然有广东亮仔的车 贵 贵阳的 哎呀 这边晚上住的人还不少 真的 下午还看不出来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了 下午两点钟吃那个早餐吧 这附近没有饭店了 这边离饭店比较远 在那个小区那边 有个好几百米吧 到了这边就好了 这个小区旁边 洗衣中心 这边饭店应该开的吧 那个饭店坐了不少人了 快坐满了 然后这里的话一个饭店 这个饭店没什么人 刚刚点了一个回锅肉盖饭吧 这个是那个炉子 哇 好软和呀 特别软和 就刚才饭店嘛 15块钱的回锅肉回去吃吧 看一下吧 15块钱的回锅肉盖饭 这个回锅肉炒得挺漂亮的 挺不错 晚的话分量还好吧 晚上也不适合吃太多 这里还有点汤 哎呀 有点配菜 也不错的 兄弟们 开饭了 隔壁好像有人在要休息 还是稍微吃一点吧 反正的话可能半夜就饿醒了 看下明天天气还是很不好 好 这个回锅肉还行 明天 如果天气非常不好的话 就到现场休息算了 因为29号才会天气好转 很快升温 还是升温吧 这个冬天下雨确实挺难搞的 稍微喝一点汤吧 我这个也是酸菜汤酸菜汤吧 但是被人喝不习惯 今天晚上的话这个住宿有点超标了 这旁边好像住了几个人吧 我刚才玩手机 他们都好像有意见 所以的话不打倒他们了 今天的话消费还行吧 就住宿有点贵啊 但这个地方安静的 应该能睡好 明天接着出发吧